各位老师好 民众视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场呢我们是有请到广东队的赵瑞来接受我们的赛后采访 你好赵瑞 首先恭喜这场比赛你们取得这个胜利 那今天在第一节 包括在上半场吧 把这个比分拉开的相当大 对此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第一节的话 怎么说呢 因为说前面是非常可惜说两场比赛都是一分之差输了 可能大家在这个情绪上在这几天多多少少会有些难过吧 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 其实赛前教练最主要讲的就是我们的防守吧 教练也讲了我们是这个联盟防守最好的球队 所以说主要是一个态度 保持对防守的一个专注性 所以说在第一节的时候 我们对球的压迫 然后防对方中的人啊 都是做得非常不错 但是从第二节开始 防守强度一下来之后 然后对方投进了很多非常轻松的三分 然后让他们一直在追分 然后但是下半场我们也是在这个基础上 然后做了回调 然后也是在场上专注于防守 然后打我们的反击 然后加上我们的处理球一些东西 可能后面才把比分又再次的拉开 然后拿到这场胜利吧 对 刚刚你也说了前面两场比赛 其实都是错失绝杀 一分细败 其实对于广东队来说也是非常可惜 大家会不会因此在状态和心情上受到一些影响 今天在赛前 球队都如何给大家进行这方面的调整 其实两场比赛输了都非常可惜 然后当然作为队里的 我作为队里算是稍微打的年头多一点的球员 我也在更运室里说了一些话 我觉得在场上的话 年轻球员上场应该就是让教练把你要求最基础的东西做好 上场就是防守 强篮板 然后来回跑动 来回移动 然后发挥出你的所有能量 但是他们连天这个都做不好的话 然后还给他们弄多上场机会 然后在他们身上落了很多分 永远就是场上五个人防守 中间总有那么一个人两个人去露 我们这样永远补过完 所以说一定要让他们清楚 然后知道这个球怎么打 我们不能每一次都用输球去帮助他们去成长 这样的话这对队伍的一个成长来说只能会是很伤 因为这个输球的话会考虑到后面肌肉赛的排名 所以说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尽早的清楚去明白 然后上场该做些什么 但是这场的话他们做的能比前两场稍微好一点 那其实上个赛季最后对于广东队来说绝对算不上是一个很完美 或者说是很好的一个结局 那本赛季开赛到现在呢 其实广东队的一个状态也不是说很稳定 那目前对于广东队来说一个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自己对于现在这个比赛的强度的适应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我们自己吧 然后只有战胜我们自己克服困难 我觉得我们的队伍还会像以前一样保持更强的这个战斗力 即使说魏姆斯不在 即使说是彭格离队 我觉得我们还是依然能够保持一个一定的战斗力 去跟所有的强队去竞争 对 好 谢谢赵瑞 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赵瑞回答真的非常的具体和厉害